今天飞飞这里痛的不得了 痛的特别痛 所以没办法了 镇上的医院已经是好像不管啥用了 所以今天我开车带飞飞来我们县城的医院 来这边来给他看看 然后看了有两三家医院 每家说词都不太一样 就是这样 然后现在是在我们医院的人民医院这边 这边比较大一点 规模比较正规一点 然后来看一下 然后的话这边医生反正说了保守治疗 还有一些中期治疗 还有后期治疗的一些事项 反正说的也是挺严重的 就是这样 现在的话还是先保守治疗 因为前两天的话也输液 输了有两天时间了 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医生开着药 然后这里买了一袋药 花了几百块钱 就是这样 希望有效果 我一星期之后再来复查 这边医院医生说 一星期之后再来复查 就是这样 然后的话 就回家吧 先回家 回家就是这样 真的不敢出门 出门真的是 反正总归是希望他快点好 要不然他也是疼得不得了 受不了 就是这样 孩子可能接下来就没有奶吃了吧 就是这样 吃饭了吧 吃饭了 喝了奶粉是不是 喝奶粉弄习惯吗 吃过饭了 吃过饭了 在床上躺着休息休息 喝了点奶粉 给瑶瑶 喝了 嗯 嗯 嗯 吃饱了是吧 嗯 然后现在就是到家了嘛 然后因为 医生说服于那个奶的话 就是可能要停掉啊 要去消源 所以回来的话 就给瑶瑶喝的那个奶粉啊 给她喝奶粉 因为一个奶肯定是不够吃的嘛 就是这样的 然后的话刚给她喂过饭吃饱啊 等一下那个奶粉的话 是住院的时候就是生孩子的时候 当时不是买了一罐吗 当时没吃几天吗 哦 没事 然后的话就刚才给她喂 喂了一些嘛 就是这样 后续感觉就有一些麻烦 感觉 没事啊 不会饿住你的 不会饿到 不会饿住你了 再苦再难也不能把你给饿住 是不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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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że